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二位来宾来跟我们共振分享 是来自于大家都知晓的台南的瑞芳 接下来请对方打开麦克风 跟我们做共振分享 好,感恩导师,感恩营运长 感恩线上的同学 以及我们最有德乡的主持人,仁德大哥 以及我们最有德乡的女人花 德乡女人树,子方姐的邀约 让瑞芳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星期二的高雄精英会 那瑞芳非常的开心 那这次在母亲节的前夕 瑞芳收了三个礼物 那这三个礼物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条博社天香长领巾啊 那这条呢,是我的好朋友赠送的哦 那真的也等很久,等了三个月 等到母亲节的前夕呢 哦,她就寄来给我 我觉得很开心耶 这是瑞芳在母亲节接收到的第一个礼物哦 那第二个礼物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家子文啊 她就说,哎妈妈 我觉得你好像什么都不缺 那我就安排你一整天的行程 就是带你去抒压一下去SPA一下 然后我还是要带你去吃饭 那我就想说,既然小孩子这么有孝心啊 那我们就应该要来成全他的孝心 因为小孩子呢,他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孝心的时候 我觉得说,哎,我们真的要成全他 不管礼物大小 只要小孩子有这份心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就要安然的接受他 那这样子小孩子才会觉得说 哎,他为母亲所设计的礼物啊 我们是非常开心哦 那再来呢,我觉得说 我觉得我们家子文啊 现在变得非常的 嗯,非常的恭敬心 而且呢,非常的懂事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在导师的教育当中啊 我觉得,哎,成就了一个小孩子 那虽然啊,不管 啊,我们家子文以前啊 曾经也在我们的 平原啊,教育中心的来实习过 那现在他到了啊,别的工作岗位去呢 他,但是他还是非常的有心哦 在超级生命满的学习当中呢 不断的在练习哦 那第三个礼物呢 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什么呢 就是疫情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就在上个礼拜啊 有一位北部的朋友啊 下来找瑞芳一两天啊 那我们都是很近距离的接触哦 那所以说呢 他在我们家大概 就是来我们家坐 然后我大概有两天的时间跟他接触 然后呢 他回去到北部的时候 他在隔天就告诉我说 我确诊了 你赶快去检查看看你有没有确诊 我说真的吗 你确诊了哦 他说对,你赶快去检查 那我就刚好那天啊 所以我的朋友就一直 一直跟我说哦 瑞芳你赶快去 去我姑姑的那个药妆店 西药房去领取那个快筛 那礼拜一是双号 礼拜二就是单号这样子哦 他说他那天哪个暗门里我不在 不然他原本是要帮我去拿 拿我的健保卡去排队 然后帮我领快筛 你看我的朋友对我多好 那结果呢 我就没有接到他 他就跟我安排啊 就是找个时间叫 叫我去找阿姑姑 就去拿快筛这样子 那也刚好我朋友回去之后 跟我通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晚上回来啊 立马就是来做一个快筛 看我没有确诊 那确实哦 真的是没有好感恩 好感恩天地哦 好感恩导师 好感恩说在我们每周六 以及导师的所有课程当中啊 我们都是啊 常常与导师这样共振 那共振的共振的 其实我们身上好像 仿佛就有一种光的神秘桌上 包围着我们 那每个人会不会得确诊 我觉得因人而异 因为应该是每个人在每天的 自己的保养当中啊 还有自己的照顾身体啊 是不是你有这样子 如老师所教的 每天维生素C 然后维生素D 或是常常晒太阳 或者在做太阳 连转运法的过程当中呢 是不是常常与太阳宫共振 那对方呢 就其实 就每天早晨啊 都会跟太阳宫做一个共振 每天都会跟他 速速 心里的话 跟他讲讲话 然后每天 就是这样照照太阳 我觉得是不是 觉得照着照着 你有很多的心情啊 或者说 每天每个人起来 都有一些的负能量 也许 每个人有的人 一早起来会有起床器 那我觉得说 瑞芳就每天啊 大概七点的时候 跟太阳工作 有共振之后 你会觉得每天的心情 都非常的愉悦哦 而且我觉得在 在母亲节的解析 这一天啊 我觉得说 我非常的感恩我的母亲 那为什么说呢 那以前啊 还没有进入到 超级生命码学习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爱啊 好难说出口 因为我觉得 爱好像就是 给钱啊 就是买东西 买礼物 这样子给母亲 但是我觉得 我的妈妈 跟我爸爸 好像 他们也比较 不需要 不需要金钱上 或者物质上的 一些物欲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们小孩子过得 平平安安 渐渐看看 他们就很开心 其实瑞芳很感恩 我有一对 非常好的父母亲 所以他们都很 没有让我们担心 他们都治理得 非常的棒 所以呢 以前啊 以前其实 我很少在跟我的母亲 讲说我爱你 那自从 进入到超级生命码学习之后呢 我现在敢跟我的妈妈说 妈妈我爱你 我觉得这个爱啊 在中国人的习俗当中 好像 这个爱好像很难说出口 尤其啊 我们都是会觉得说 爱就是你要顺从我 爱就是你要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那原来我们以前的观念 都是错误的 所以才会造成很多 家庭的纷争啊 那所以说我们爱 平常就要练习 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就是要借势练习 常常呢 对着镜子里面来看看 然后每天自己来说说话啊 那其实你这样子 说着说着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爱你就会 练习之后 你就会很勇敢的表现出来 相信呢 我们的超马同学 应该很多人都有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爱讲不出来 那所以爱呢 我觉得说 这样让我们是要 用心去感受他人的需要 不是在争辩是非 而且呢 我觉得爱要及时哦 我们千万不要 等父母亲 已经不在了 我们才要说 常常去说 在我们的 透过各式的仪式呢 来供养父母亲 我觉得这样是好像比较不对的 我觉得树欲静而不止 只欲养而亲自带 所以我们要 秒秒之间 去关心我们父母亲 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常常关心他们 他们就会很开心哦 而且呢 我觉得在 老师的讲话当中啊 我觉得说 每个人应该都要有一个 很正确的正确的观念 然后在秒秒之间呢 去检视自己的起心动念 是不是 我们每天的生活境 是不是都没有达到 老师所要求的呢 还是说我们 有没有很多的生活习惯 是不是 哎 还需要再 再去检视 然后我觉得 在 超级生命码学习之后呢 让我 学到了 学到了 就是自信 学到了 你 能够去将这个爱 表达出来 像以前呢 我都跟我的女儿 都不会有讲 爱这个字 你都不会叫我们宝贝哦 都直接说 哎 某某人某某人这样子哦 所以我们以前都会常常吵架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现在都说 哎宝贝啊 你哪时候要回来啊 哎宝贝怎么样 我会觉得 哎说久了 我觉得好像就成真耶 而且我觉得讲话 就越来越甜耶 然后就会甜蜜蜜 这样子 我觉得尤其导师在 在我们的天原 天原佳肴蜜品当中啊 我觉得好多的 天天甜蜜的食物 就像我们的 嗯 玫瑰香料 我觉得好好吃 真的好棒哦 因为我觉得 哎 每次啊 你只要说 哎 觉得 哦 就是生理期 哦 来的时候 可能肚子 有点稍微疼痛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点 我们的 天天甜蜜的 一点点的蜜加下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整个身心灵都超疗愈的 因为里面有 满满的玫瑰花的花香 我觉得真的很棒 而且呢 冰淇淋 我觉得 哎 越吃就越年轻 而且 有一次啊 我就是刚好在 嗯 控厂的时候 我就有一天 那时候好像 那天刚好是我刚打疫苗 完之后呢 我觉得 我就来给他 吃上一杯的时候 我那天吃的 冰淇淋呢 是什么 是什么口味 是热的 大家都觉得好神奇哦 既然我们的冰淇淋里面 它是热的 我觉得真的是 吃了之后呢 你会觉得说 哇 你身上整 整个身心灵都 非常的能量充沛 我觉得真的在 在我们的 老师的带领之下 以及 影影响的带领之下呢 我觉得 哎 每个人是不是都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逆临呢 而且呢 家庭越来越和谐 越来越甜蜜哦 那尤其啊 瑞芳看到我们家的瑞展啊 哎 他上个礼拜六 去参加 因为你 我觉得真的好感动 好感导师 好感的影影响 那 我看到我们楼真 在唱母亲呢 我就觉得说 哦 这个小孩子 唱得真好 你看他从小就这样子 跟着瑞展啊 哦 到我们的 电源教室来上课 然后也参加了歌星班 那真的很不容易耶 不容易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竟然他的太太 就是我的弟媳啊 哎 竟然愿意去 然后也不会再阻止了 那以前想想看哦 以前想说 哎 我的弟弟啊 瑞展 他千 想尽的千方百计啊 就什么样 都是跟他老婆说 哎 他干嘛 干嘛 然后去上课干嘛 他老婆 那老婆总是百般的阻挠 那透过这样子的 嗯 不断不断的在石秀的过程当中啊 而且呢 透过三英九这样子能量转换啊 他们去摄影棚录影之后呢 喂 我觉得上那间好像 打开了我弟妹的开关耶 而且现在好像对瑞展 哦 要来天元学习啊 哎 比较不会去阻止耶 我觉得真的相当的棒哦 而且我觉得 哎 我弟妹他现在也会关心 我们的天元的 因为你 哦 收视力好不好啊 或者说我们的食物啊 食品好不好吃啊 还是什么样 都会跟瑞展做个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呃 修复家庭的一个原动力 所以呢 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爱与感恩是要由自己做起 才可以改变家里的所有一切 呃成员哦 所以爱跟感恩 他绝对不是口号 他是要行动性 要有立即性 而且是要马上去做 我们家瑞展说 我呃 在留言出跟我说 我泄露太多秘密了 哈哈 那其实呢 不会啦 那对方觉得说 看到他们夫妻俩 现在感情越来越好 然后家庭一片和谐啊 那这个其实做姐姐的 替他非常非常的开心哦 那我觉得说在 在这个超级声秒系统学习之后 你会觉得说 你每天你都会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每天会非常的快乐 因为每天呢 你都会在不断的定期啊 就是我们早上的时间 以及晚上的时间都有 各个经营会 你只要透过我们的金手指呢 连线上去就可以听到 我们台湾全省 以及我们全世界各个经营会的同学的分享 那通过这样子一次次的分享之后 你会觉得说 这些人讲的是真的吗 确实是真的 真的哦 真实不需要 那你如果不相信呢 我觉得说你可以来做实验 那我觉得导师非常的 非常的有 瑞士的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抉择 非常大爱的 他都一直告诉我们 你不要相信我所讲的话 但是呢 你可以自己去做实验 当你实验之后呢 你会觉得说 我讲的话是不是真的 那我讲的话是真的说 你再来相信也不迟哦 那我觉得真的是好感恩导师 这样子非常的有大爱 而且啊 在上次的网络工修当中啊 瑞芳听到 有一位家人这样离开之后啊 然后到处啊 就是可能就是 毁谤我们抄马导师 我觉得在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导师 然后呢 在这样一个 云端上听到老师的声音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好像老师好难过 我就听了 我觉得也好难过 也好不舍 我觉得 导师这样子 那么无私的对待大家 那大家就是 好好的听话造作 好好的在操马 好好的努力实修呢 相信呢 大家的家庭呢 也会因为 导师 以及因为 天地 以及金光点 以及我们的营长 以及所有的同学共振当中呢 上那间我们的身心灵 以及我们的家庭 以及社会 一切和谐呢 就在我们的掌握之间哦 那我们应该要随时随地将这份爱传递出去哦 那传递出去呢 我们就会因为有爱 然后有光的神秘 所有的秘 能够让我们的世界越来越祥和 而且呢 我们就能够迈入世界大同哦 那我们一定要携手相连 共创美丽的天堂哦 以上是瑞芳简短的分享 在此感恩 心上所有同学的聆听哦 感恩大家 谢谢 祝大家喜盈人生 福利们 感恩 谢谢 好 非常感恩 美丽又有智慧 得香女人花的瑞芳 很棒的分享 请超马家人也在聊天室 为瑞芳摔牌 请送上一份祝福 祝福瑞芳 福祝福受洗 春财道 幸福指数 天天多上扬